后车上男子手部包扎 监警也有伤势 一旁陪伴的救护人员心好急 但加上受伤的患者 本身就是消防队员 他在星期四早上进行了设备器材的检修 突然发生起爆 氧气瓶本体嘛 跟那个调节法的 那个衔接的位置 产生漏续了 然后骚容的位置 氧气瓶连接的管线明显烧毁 外部的带子也破了好大一个洞 还看得到收索的痕迹 消防队员说 在出勤之前进行了例行检查 没有想到会出意外 从火焰就用喷发 然后就打上来 所以这些目前都还有一些痕迹在这边 瞎都一定有 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发生气爆的携带式氧气瓶 在救护车上面是提供给 呼吸困难的患者来使用 大小约2.8公升 装的都是纯氧 这次气爆 队员有发现气体泄漏 疑似是摩擦产生的静电 引爆纯氧 是耳朵部分还有颈部 还有手部的部分 大概有5%的一个烧烫伤 设防员在救护车上检修器材 红蓝巨响让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大家把受伤的红杏队员 送到了浴室淋水 载上救护车开往医院 想这个过后 确定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最熟悉的器材 检修过程气爆 哪个环节出错 还得进一步厘清 避免再罢身 三连星王少宇 朱宇荣 台南报导